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香港股票市场收市之后发表香港报告 维持本港长期信贷评级为A2 也维持展望为稳定 但报告同时提出警告 如果香港的反对力量被削弱 可能会对香港的评级构成负面影响 自由亚洲援引该机构表示 香港财政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非常强劲 反映出政府债务负担处于最低水平 拥有庞大财政储备及外汇储备 上述的缓冲可以缓和长期负面因素影响 包括人口迅速老化 全球贸易或急速放缓 以及中美紧张局势引起的长期贸易与投资变化 然而穆迪对近期香港政治情况表示担忧 认为近年政府政策面临挑战 特别是近日香港出现大规模示威 这些示威活动是香港制衡政府的力量 万一这种力量减弱 就会对本港信用评级构成负面的影响 穆迪表示评级香港时 也考虑到香港一国两制之下50年不变的设想 与中国相比 香港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与经济独立性 再加上香港的信贷优势 因此评级较中国的A1更高 穆迪认为中港评级是有密切关联的 中港两地越融合 两地的评级就会收窄 该机构又表示 随着2047年50年不变 期限越近 香港政治与经济的独立程度 无论是实际还是感知上 均会面临被侵蚀的风险 而政治与经历独立程度 正是香港相对于内地城市而言的一大优势 这一种侵蚀有可能削弱香港目前非常高的实力 并缩小香港与中国之间的评级差距 虽然距离2047年还有时间 但由于结果未确定 目前香港在国际环境之中的诸多独立实体 与相关行动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地位 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贸易安排 均有可能在2047年之前突然改变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